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很辛苦 你怎麼搞的? 你摸我的心, 是不是快要停了? 神經病, 無緣無故抓住人家的手 摸你的心口 不是, 我最近壓力很大 好像無法呼吸一樣, 怎麼辦? 你是不是有被製妃 基於做城裡那些? 神經病, 還說這些? 我是打算買房子 但我怕通過不了壓力測試 是呀, 是這樣, 是嗎? 走吧 Costca, 壓力測試是怎麼算的? 現時一般申請按揭的泰富人 都要通過壓力測試 簡單來說, 置業人士買樓時 每個月的供款 是不能超過入息的一半 而這個壓力測試 就是在現有的利息水平上 再加了三美 而供款人的每月供款 是不超過入息的六成 這就叫做壓力測試 但我還是不明白, 有沒有一些例子嗎? 對, 我們可以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去說明一下 陳小姐本身的月入是三萬元 他想買一個三百萬的物業 液了九成按揭去分二十年還 在現在的2015的利息水平之下 陳小姐每個供款 就要供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元 大家看到, 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元 除了每個月三萬元的入息 只是佔每入息的四十六% 是通過最基本的測試的 而在這個壓力測試之下 在銀行就在現在2015的水平 再加了三厘 銀行就有5015的利息水平 去計算陳小姐每個月供款 而在這個5015的利息水平之下 陳小姐新的供款是一萬八千零四十三元 大家看到, 一萬八千零四十三元 除了陳小姐每個月三萬元的入息 是超過六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陳小姐這個個案便未能通過壓力測試 可能陳小姐的貸款金額或乘數便會降低 所以在上車人士來說 第一次買樓 壓力測試可能會比較簡單 去計算 但本身手頭上已經有幾層問頁 客人來說 壓力測試計算會更加複雜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例如大家在買樓之前 要想計壓力測試 都是找銀行 還有找我們這些中介公司去做個測試 去計算 再做個決定便更安全 那我明白了 謝謝 如果大家有什麼財經上的問題 歡迎Sanning以下這個電郵 我們會有財經專家解答你們的問題 字幕做很重要 按讚 會有問題 按讚 旁邊 按讚